適不適應台灣這個環境 我其實跟他過往太多大聯盟的實力 但是他在台灣這年真的是投得很好 林立出棒蠻積極的 在右半邊的飛球 不過就算說 統一師隊在兩出局後 一跳就進到了 因為一開始來講的話 曾教剛剛那手臂的站位就比較趨勢 而且他接到 縱上的變化球 引誘到打者出棒 林立對打者來講的話 蠻關鍵的一個球路 感覺這次林立有想要去抓 一出局一三六人 林立這一棒 再形成了穿越的安打 而且剛好要從兩名外手的中間的空隙 一路是滾到了全打牆邊 現在林立已經是通過二壘 繼續往三壘來做推進 雷包上面的兩名隊友 通通回來得分 林立這時候要拚本壘球回傳過來 主審認定是個Safe 馬回來本來得分 我們再來看一下林立這次反方向的攻擊 球是一路滾到了全打牆邊 那統一師因為兩名外手必須要往後退來接 追求 所以整個轉傳的時候其實做的就不是那麼流暢 這場比賽 這場比賽 無手蹲到外 前一個選就會 2016年來說的話 因為有時候你站到定位腳步停下來的時候 忽然亂吹你就不太好接了 右半邊的滾地球 二壘手接到之後林立快傳 最後這兩個外角球 其實都投在蠻不錯的點上面 所以不管是第一棒 他自己的身體的素質可以更好 兩號三號的情況下 又是右半邊的滾地球 林立在外面的草壁上接到之後 快傳 比賽比較焦準的時候 我到底要放什麼上去 那這樣的話 相對來講就會有點投球數過多 二壘方向的滾地球 從左板的位置來講 他就選擇站在一壘方向這個角 這次二壘手稍微碰了一下 撿起來之後再傳來得及嗎 一個彈跳 所以沒有 再看一次慢動作 林立的手套其實有碰到球 打在比較深的位置 彈出來之後 反應也蠻快的 反應也蠻強勁的 我因為真的也打得蠻強勁的 所以 內角球 擠壓之後形成了內野的滾地球 林立沒有滿 有點打在棒頭 所以他在彈跳來講的話 並不是很比較正規的 所以他最後一個彈跳來看的話 就沒有辦法順利的接近手套